喂 钟离 你看看 李悦的民众都觉得从此再也见不到阎王爷了 你自己看看这片追思赶怀的气氛 你本人的样子 怎么却有一种一身轻松的感觉呢 卸下了三千七百年的重担 难道不会变得轻松一些吗 对了 你们什么时候有空 我请你们去新月轩吃饭 别吹牛了 钟离 撒完不过港我还能信 但新月轩可是连常卫费都要收钱的 你真的请得起吗 这么说来 摩拉确实不够 身为阎王帝君 摩拉克斯 我自然可以轻易创造摩拉 但既然选用了钟离这样一个凡人身份 就应该遵循凡人的规矩 此前与你们同行的旅途 虽然神之心仍在我手 但我自知将要退下七神之位 又岂能不对未来的新生活稍作预言 嗯 怪不得 我明白了 钟离花钱总是根本不看价格 原来是因为不习惯看价格 但他也还不习惯一个不能随时变出摩拉的自己 所以才变成了到处白吃白债 要人买单的收回废人 不 只是花了些愚人重的钱而已 不用把我说成这样吧 在贸易之都 人们交换的不仅仅是金钱与货物 亦有知识 记忆与眼光的交换 以及身份 角色与生活的交换 神明摩拉克斯 再怎么作为阎王爷下凡与名同乐 毕竟也与成为钟离这个真正凡人的感受有所不同 此事我尚需向你道谢 作为钟离的我 也会珍惜与你在离月坊间同行的记忆 没错 只是任何旅途中的旅伴同行都会有分别的一日 嗯 接下来可能也该动身继续寻找弃神的旅途了呢 旅途若要继续恐怕稍有难处 因为离月的海上邻国稻妻正处于锁国之中 稻妻的雷之神巴尔 与离月人更愿称我阎王帝君一样 他在稻妻当地亦有别称 嗯 我听说那位神灵的名字是雷电 确实如此 又因为雷电乃是稻妻幕府的将军 所以人称雷电将军 说起来 虽然我最近在码头听说 稻妻的局势非常紧张 但好像也并不是一直这样的 至少去年还没到这种程度 钟离 你是离月的阎王爷 应该对那边的事也知道一些吧 稻妻搞成现在这种锁国的样子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是因为神之眼 神之眼 面对无法掌控的禁语时 人们总是窥探自己的无力 但在人生最陡峭的转折处 若有凡人的渴望达到极致 神明的视线就将投射而下 这就是神之眼 受神认可者所获的外置魔力器官 用以引导元素之力 嗯 这是提瓦特大陆公认的观点呢 但从去年起 雷电将军在稻妻颁布了 眼兽令 眼兽令 在全道期范围内 收缴所有神之眼 镶嵌在千手白眼神像的手中 收缴神之眼 为什么 神之眼不是神的恩赐吗 想必在雷电将军看来 正因为他是神的恩赐 所以 神才有任意处置的权利 哇 真是颜柯的想法 风神是自由之神 颜神是契约之神 而雷电将军 是追求永恒的神 为了永恒的国度 看来 他终于下定决心 要排除任何不稳定因素了 此时此刻 连七神中最古老的我 也失去了 这或许会更坚定 他追求永恒的决心吧 单步演兽令史 他一定也对他的国民 重复了那句 他最常说的话 在七神追寻的七种理念中 唯有永恒最接近天理 好了 还想知道些别的什么事吗 还想知道些别的什么事吗 亏他们想得出来 杜劫失败 怎么找了个这样的理由 不过 七星急于了结此事 不再追查凶手 确实是因为他们暗中 得知了帝君未死的消息 不止七星 诸位仙人那里 我也都已经暗示过了 你为联系他们的方法 你有没有听说过 一种叫做托梦的便利仙术 好了 还想知道些别的什么事吗 说起来 在七星发出公告之前 我们听到好多路人的谈论 把最近一连串事件里 所有的黑锅 全都摔给了公子呢 但即使这些布施指控 确认为假 公子派人登上群裕阁 试图阻挠众先 与七星对抗魔神 仍是不争的事实 听说宁光正在外交的战场上 死死咬住这件事不放 把愚人中的使节们 杀得焦头烂额 那些可怜的制动外交官 要不是因为执行官地位崇高 一定会更想把所有黑锅 都甩在公子头上 宣布把他开除吧 好了 还想知道些别的什么事吗 仙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如果连黎月七星都不敢正视这一点 那黎月的未来要怎么办呢 克勤的这句话说得不错 虽然我夸赞过宁光的权利语 认为那是好事 并且想当然地认为 七星从神手中接管黎月权利的计划 是由宁光主导 但现在回想起来 最初提出夺权的 该不会是 好了 还想知道些别的什么事吗 对了 钟离 现在你没有神之心了 那提瓦特的摩拉要怎么办呢 摩拉克斯死了以后 他们会消失吗 还有 黄金屋是全大陆唯一的猪笔场 以后它还能继续运作吗 现存的摩拉不会消失 但黄金屋确实会停产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制造摩拉时 必须借助岩之神的力量 哇 好可怕 我们都要没钱用了 这个世界要毁灭了 的确 此事意义重大 从金融角度来说 算了 这种令人烦恼的话题 还是更适合让黎月七星去谈论 那么那么 那么 你有自己留一些私房钱吗 哦 哦 私房钱 以普遍理性而论 真是好建议 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忘了 我都没有 还想知道些别的什么事吗 那么 就想办法找出突破锁国的方法吧 别着急 这或许还需要一些机缘 好了 还想知道些别的吗 好了 还想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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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